十八栋村 欢迎大喜 苗如 苗如 这个村子非常好 好开心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现在我来到了十八栋村 今年是精准扶贫工作提出的第十年 那么脱贫攻坚的上半乐曲已经圆满的完成了 乡村振兴的下半乐章呢也正在奏响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有哪些新气象 阿婆你带我去山上挖红薯去 阿婆和我们说这两年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不仅吃的东西变得非常的丰富 她还乘坐飞机 游玩了北京上海等国内十几个城市 大哥大哥的 快回去了啊 快回去了 现在我身后就是苗秀的合作社 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秀娘 正在秀制苗秀的工艺品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像我们100用 像苗章用的话就是 长中跟短中小结合的 今年最开心的就是我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跑到城上去跟她玩了两天才回来 以前的话就不敢想你住几次要花大几千块钱 自己会舍不得 现在自己出来做事了有钱了就不会珍惜小东西了 那时候就是抱着比较大的那种理想的时候 可能考出去到时候可能在外面大开始里面发展 如果在外面发展 我现实可能你就不回来了 因为你说现实比较偏眼 在家里面你回来也没什么发展 通过采访五位返乡工作的年轻人 小心得知家门口就业 让他们有机会和家人团聚 不仅能发挥自己所长充实自己 还能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营造精神家园是激发村民内生动力的重要源泉 村内还新增了师院 学堂等公共场所 银行存取款 快递送货到家等基础设施 也逐年完善 村民们的幸福感也日益提升 心情很舒畅啊 有个自己没事的话到这边来祝福两个晚上很舒服 从旧貌到新盐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提出的第十年 让十八栋村这片土地不仅有充满希望的田野 更有人们脸上挂满的笑容 而此刻 关于十八栋村的故事仍在续写